自古以來繪畫都是以寫實為基礎 寫實很需要一個很好的材料來幫助它 才有辦法展現一個藝術家的理想或意想 油畫是為了解決自然主義裡面的各種色彩的問題 而發生的一個材料 只有油畫它能表現得幾乎跟肉眼看到是一樣的 它表現得非常犀利 任何一個技法都很難去取代它 油彩在歷史上會變成一個主流的材料 跟它能夠實現藝術家的色彩理想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它的慢乾性 所以色料之間可以相互融合產生第三色 它的表現力非常的豐富 可以薄也可以厚 再一個就是油彩的銜接比較容易 這在材料性上面才說 就是油畫它相對於其他的畫種 它有一個優勢 甚至說在技法學角度上講的話 它的透明的那個深度它能表現出來 那個寫實的程度能達到你肉眼達到那個程度 甚至說超過 在早期的一些作品 基本上畫家都是一步一步的根據那個程序 就是分成很多很多層來畫的 比如說達芬奇的《蒙蘭麗莎》 表面的這種非常微妙的顏色是怎麼來的呢 是用非常薄的這個柔色 往上面一層一層照染 照染成的這個厚度 差不多一根頭髮絲還不到的這種 而真正的光線是透過層層透明色 然後照到這個畫的裡面 把這個顏色透出來 不是說兩種顏料混合調在一起的 就是說這個顏色是一種間接的顏色 而這種間接的顏色更真實一些 因為它是大自然的一種顏色 在古典藝術中很多細節是為主體而服務的 從中能夠體現出藝術家的不僅是技法能 還包括藝術家的思想 他的這個對自然的觀察和理解 比如說拿破崙去那個戰爭的題材 那個戲劇性的場面的那種表現 把一個歷史的戰爭場面 從最初開始起然後到中到結束 整個一個事件的一個過程 它繪畫它很方便地 會把這個過程它能夠記住在一個繪畫裡面去 其實傳統光畫不只是表承了一個 簡單的寫實的技術 它有它的對內涵的要求 表現正統的那種精神的東西 寫實的這種傳統繪畫的角色 很難用別動來替代它 因為前人他是研究 承襲 然後慢慢承傳 他已經發展到非常的一種成熟的一個階段 所以我們在回歸傳統的繪畫的過程中 傳統的工藝 傳統的繪畫的技法 技術的學習也應該去承襲下來 你追求完美的時候 你自然會找一個最完美的方式來呈現 其實傳統技法就是最完美的方式 為了不被推進到的 而不被推進到的 在玉米國 babe 為了不被推進到的 在玉米國的攝影 因為莫悟國家是因為 加裝的藝業 與對面為何會增加 為何會增加 為了不失處 聖維 ね 降 follower 陳德